中国如今的态度与过去大不相同,不再是内敛和克制,外交部和解放军都表现得更为坚定和有力。 当前,新加坡正在举行香格里拉对话会,中美防长及东盟防长和军方人士都在参加,其中包括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景建峰中将。 他在会议中对美方提出三个观点,这三句话力度十足,让在场的所有人深感中国的力量。 景建峰中将表示,我要向美方提出三点观点,领导与霸权并不等同,地位取决于行为,行动胜过空谈。 在这个正在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的世界中,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潮正在涌动,我们相信,坚持战略自主,追求和平发展的国家,不会随着美国的五步走向阵营对抗的陈旧道路。 中国军队的这段话是放出了三种强烈信息,首先,美国已经失去了全球领导地位。 领导与霸权并不等同,这意味着美国目前的霸权行径,包括强横和蛮横,是无法真正引领世界的。 其次,地位取决于行为,这表示美国目前的所作所为,比如努力脱钩锻炼并给世界和平制造挑战,甚至试图引发新的冷战,这些破坏性的行为使其地位受到质疑。 最后,行动胜过空谈,这意味着美国应该从建设性行动中获得声誉,而不是通过对其他国家的欺骗和虚假承诺,真正帮助他国发展才是正确的道路。 二,美国现行的政策和行动与世界主流趋势相悖,已经偏离了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的时代理念。 然而,目前世界正处在一个百年未遇的大变局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的未来并非美国一家所能决定。 尽管美国可能并未充分投入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但中国仍在积极推动这些目标。 二,至于谁的行动更加符合时代的发展,我们将以时间为凭证。 三,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对于坚持战略自主的国家和依赖美国的国家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只要你愿意自主决策,中国便会大力推动双方的合作。 例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最近的访华之旅中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并签订了大规模的合作协议,以及未来的长期合作业务。 相对来说,对于那些依赖美国的国家,中国则采取了强烈的对抗态度。 例如,日本和韩国都偏向于美国,结果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量大幅下滑。 韩国尤为明显,过去韩国一直是中国的大额贸易顺差国,但今年韩国对华贸易出现了大规模的逆差。 而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如俄罗斯、中亚五国、东盟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都在大幅增长。 究竟是与美国走近有前景,还是与中国走近有前途,不需中国再多言,数据自会揭示答案。 中国能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直言不讳,背后依赖的是我们的国家实力。 如果没有这样的力量,像美国这样随心所欲动武的国家,岂不是早已对中国出手? 然而,中国早在70年前就在朝鲜半岛上战胜了美国,因此,现在的中国不是美国可以随意挑战的对象。 如果美国敢对中国发起挑战,中国依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有足够的底气,不仅能击败美国,还能驱逐他们出东亚。 然而,这种自信并非空口无凭,它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硬实力之上的。 最近,中国又公开了一项独特的强大技术,这个重大突破无疑会令美国感到沮丧。 据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透露,2023年5月30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力学所环柔园区召开了关于爆轰驱动超高速高寒激波风洞,简称JF-22超高速风洞,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发项目的解体验收会议。 风洞,如你们所知,是一种风洞实验室,它通过人工方式产生并控制气流,用以模拟飞行器或实体周围的气体流动情况,同时测量气流对实体的影响以及观察物理现象。 这是进行空气动力实验最常用,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中国在近年来的飞机、导弹以及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快速发展背后,具有全球领先的风洞技术,是关键因素之一。 JF-12风洞,全球最领先的一款,以其最高9马赫的风速和约3000摄氏度的温度而闻名。 这长达265米的风洞能够提供延长的实验时间,为高超音速发动机所需的百毫秒级实验时间提供保障其喷管直径达到2.5米,实验舱直径更是达到3.5米,相较于国外,同类风洞具有明显优势。 中国能够快速发展大型飞机和战机研发,部分原因在于拥有大型风洞,能够模拟现实的数据,使研发更加接近实际操作。 相反,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的实验中频频失败,部分原因也在于其风洞技术的水平不如中国。 此外,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自主研发的JF22超高速风洞。 这个风洞总长167米,主要用于研究天地、往返飞行器、高超声速飞行器以及高温气体动力学的前沿领域。 该风洞利用激波反射型正向爆轰驱动,喷管出口直径达2.5米,实验舱直径达到4米。 其气流速度可以在3至10公里每秒之间变化,气流总温度能够达到3000至1万度,可以模拟40到100公里高空,约30倍升速的飞行条件。 这种能力有助于揭示复杂介质超高速流动规律,并强力支持我国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和超高速飞行器的研发。 明显的,GF-22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在往返地球与宇宙间的飞行器以及高超音速飞行器研究方向上降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据了解,GF-22超高速风洞建成之后,将联手已存在的GF-12风洞构建起一个覆盖所有高超声速飞行通道的地面气动实验平台,这个平台在全球范围内都颇具领先优势。 这将极大的提升我国在高超音速飞行器研究方面的技术能力,并为我国航空航天的重大项目提供有力支持。 本次项目验收由16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来执行,其中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陆西云院士和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唐志工院士,他们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 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向团队已经按期完成了项目的建设内容和研究目标,并且一致认可其验收。 他们也评估了风洞的综合性能,包括有效实验时间、总温、总压以及喷管流场尺寸等方面,认为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有了GF-22超高速风洞的配合,以及GF-12复线风洞的支持,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能够完全覆盖临近空间飞行器全部飞行通道的地面实验平台。 这无疑预示着我国在未来全球飞行器研发领域将走在最前列,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都将在未来的十年内落后于中国。 毕竟,我们拥有了他人无法比拟的神器。 有专家预测,GF-22风洞将有望将卫星和航天器的发射成本降低90%,GF-22的研发成功,标志着中国在仅用了五年的时间内就制造出了这种前沿技术。 这凸显了中国的强大硬实力。 相比之下,美国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国家,自从GF-12风洞的时代就开始在这个领域落后于中国。 现在中国又推出了GF-22,这使得美国在风洞技术上的落后程度更加明显。 你是否已经注意到,近年来,我们的飞行器的外形是否更具有科幻感? 它们比美国的更加具有未来感,这就是因为我们拥有比美国更先进的风洞。 这种设施使我们能够快速迭代我们的空气动力学设计,通过持续的试验和优化,我们能够比美国更快地研发出更高级的飞行器。 美国目前还未能制造出与中国GF-12风洞相匹配的技术。 因此,当中国的GF-22风洞投入运行,美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技术将不可避免地逐步落后。 中国的GF-22风洞如此强大,足以让美国政府感到无力反抗,只能言语上发表反对。 听到这样的消息,美国政府恐怕只能感到沮丧。 毕竟这是技术优势的压倒性展现。